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卡奈基的人性的优点 咱们栏目之前讲过卡奈基人性的弱点 听名字就能猜得出来 今天讲的这本是人性的弱点的姊妹篇 但其实啊 这本书的英文名直接翻译过来 应该是如何战胜焦虑 开创人生 整本书都是围绕如何应对焦虑这个问题展开的 有人说这是一个全民焦虑的时代 职场人士担心被年轻人和人工智能取代 单身人士害怕成为圣男圣女 已婚的承受着全家人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的压力 为人父母又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可以说焦虑无处不在 其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 在人性的优点这本书中 作者戴尔卡奈基就提到 他所处的时代也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国 大约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经历过焦虑引发的精神崩溃 焦虑不仅影响精神状况 对生理健康也有很大的影响 本书就提到了一项医学研究 焦虑会导致胃液分泌失常 是引发胃溃疡的重要原因 如何消除焦虑从容地活着 是所有成年人的必修课 但是在卡奈基时代 解决焦虑问题的书是少之又少 身为一名成人教育家 卡奈基决定亲自写一本解决焦虑的书 并作为他培训机构的教材 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这本书一经出版 即刻畅销全球 卡奈基也由此被誉为 成人教育界的鼻祖和一代宗师 卡奈基一生著有七部著作 被西方世界称为除圣经以外 人类出版史上最畅销的书籍 好 接下来我会从三个问题来为你讲述 第一个问题 如何理性地认识和分析自身的焦虑 第二个问题 如何战胜焦虑 第三个问题 如何预防焦虑 从容应对人生 好 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如何理性地认识和分析自身的焦虑 焦虑会摧毁人的专注力 当你满脑子近视焦虑的时候 情绪就会替代理性 占据思维主导 所以焦虑的结果就是 你不能理性地思考 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 而这只会使状况变得更加糟糕 使你更加焦虑 这就像一个恶性循环 只有打破这个循环 才能让事情出现转机 怎么做呢 就是要从理性的认识和分析焦虑开始 关于如何理性地分析焦虑 卡奈基的做法是 问自己这三个问题 通过这三个问题 迅速了解自身的处境 从而启发你得到处理问题的办法 那么是哪三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 焦虑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 坏结果发生的概率有多大 最坏的可能是什么 最后问问自己 这件事到底值得你焦虑多久 接下来我具体讲一讲 如何用这三个问题分析焦虑 下来讲第一个问题 问问自己焦虑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书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人们产生的多数焦虑 都是由于对现实状况和客观事实 一无所知 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弗兰克是一位保险行业的精英人才 曾经有段时间 由于努力工作 却屡屡得不到回报 他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沮丧 甚至想要放弃 他不甘心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他决定终止糟糕的状态 拿起各种工作数据 仔细分析研究他的现状 通过理性的分析 他惊讶地看到 他最好的销售业绩 都是在与客户前两次沟通中获得的 通过多次沟通而谈成的客户只有7% 而正是这7%的客户 花费了他大量时间 又让他焦虑万分 问题分析至此 答案也呼之欲出 他立刻改变策略 集中精力 服务新客户 就此 他的业绩在短时间内迅速翻番 这也使他迅速成为行业内的精英人士 所以 当我们陷入焦虑的时候 可以先用旁观者的视角来问问自己 焦虑的原因是什么 比方说 你是一个焦虑的职场人士 担心被取代 那么你是否有弄清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是否了解行业的生存环境 未来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焦虑的父母 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那么你不妨问问自己 起跑线到底在哪里 从长远来看 你拼了命给孩子报的早教班 兴趣班 奥数班能为孩子争取多大的效益 什么才能真正有助于孩子自身能力的发展 找到了焦虑的原因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坏结果发生的概率有多大 最坏的结果可能是什么 有个成语叫做起人忧天 说有一个人整天担心天会塌下来 你可能觉得很好笑 但是仔细想想 你所焦虑的事情 发生的概率又比天塌下来大多少呢 糟糕的结果未必会发生 可你的焦虑却在持续腐蚀着你 所以卡奈基认为 对于那种小概率事件 过分焦虑得不偿失 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塞林格夫人是一个悲观的人 在她的第一次迈入婚姻殿堂之后 她就每天都活在焦虑之中 担心家里电气失火 担心保姆不负责任 担心孩子遇到危险 虽然她所焦虑的事情从未发生 但是焦虑使她的脾气变得暴躁 也许婚姻经得起大风大浪 婚姻却经不起持续不断的负能量的摧残 所谓千里之堤毁于乙穴 塞林格夫人的婚姻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这不是个例 我们身边就有许多塞林格夫人 她们焦虑的事情尚未发生 焦虑就已经毁掉了她们的生活 事实上大部分焦虑都源于想象 常常有人被想象出来的焦虑所击垮 卡内基认为保险公司正是拿住了人们这种心理 就此发了大财 卡内基调侃地说 除非人性得以改变 否则保险公司永远屹立不倒 当然了 也有可能让人焦虑的事情并不是小概率事件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卡内基的回答是 要学会做好最坏的打算 书中有个例子 一个叫做卡里尔的工程师接到一个任务 为一家工厂安装一个价值百万的环保设备 没想到这个新研发的设备性能并不稳定 安装时卡里尔才发现 根本达不到当初的承诺水平 他很焦虑 一旦出了问题 他就很可能成为炮灰 丢掉工作的饭碗 而公司也将会承受巨大的损失 内心挣扎过后 卡里尔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对于自己而言 不过是丢掉饭碗而已 他还有能力另谋出路 对于公司来说 新技术出现问题 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想到这儿 他终于如释重负 开始淡定的研究解决方案 经过仔细梳理 他发现 只要公司再投入一点钱 安装一个辅助设备 就能够解决问题 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而公司方面 也听取了他的分析报告 并嘉奖了他的工作结果 由此可见 当你对一件糟糕的事情 做好最坏的打算 你就能够从云端回到地面 停止无头苍蝇般的莽撞 然后理性的思考 通过仔细分析事件 衡量自己的能力和局势 做出更好的应对 最后来看第三个问题 这件事值得你焦虑多久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 那就是焦虑本身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人 对那些早已成为过去的事情 纠缠不休 这本书中也提到了这样一个人 他是卡奈基的伯母 伊迪斯 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 因为丈夫反对他买奢侈品 使他下不来台而大吵一架 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 他仍然对此事耿耿于怀 一提起来就怒气冲冲 卡奈基说 他的伯母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那就是五十年过去了 伊迪斯的内心都没能平静下来 在股票投资中 有一个名词叫做止损 意思就是 当亏损达到一定程度时 就要及时退场 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这就是卡奈基所认同的 处理焦虑的办法 那就是为你的焦虑设定一个止损线 林肯曾说 只要敌人不再攻击我 我就把和敌人曾经的恩怨抛之脑后 这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处事方法 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即使对焦虑喊停 才是对自己负责 好了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 当你焦虑时 你需要向自己提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 从原因的角度分析一下 你是否有弄清楚 为什么会产生焦虑 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和焦虑的根源 第二 从结果的角度分析一下 你是否在浪费时间为小概率事件而焦虑 如果焦虑的事情很有可能发生 你是否安排好了最坏的打算 第三 从影响的角度分析 这件事到底值得你焦虑多久 你有没有为焦虑设置一个止损线 事实上 焦虑的害处就是使你失去了理智 而第一个部分的内容 分析焦虑就是在帮助你回归理智 下面我们接着讲第二个部分如何战胜焦虑 在书中讲到了多种解决焦虑的办法 在此我会讲到其中最有效的三种方法 一是用积极的情绪应对糟心事 二是用行动驱逐焦虑 三是试着从损失中获益 先来说第一个方法 用积极的情绪应对糟心事 身处焦虑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状况糟糕透了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殊不知最坏的状况就是一个最好的转机 反正也不能再坏了 你完全可以抛弃顾虑 尝试彻底的改头换面 改天换地 其实去力避害是人的本能 积极情绪能够激发这种本能 而消极情绪只会埋没这种本能 卡奈基以一个典型场景被嘲讽为例 讲了如何用积极情绪应对糟心的事 有的人一听到对自己的批评和嘲讽 就会火冒三丈 不过卡奈基却说 人红才有是非 有人看你不顺眼 这往往是因为你有了令人眼红的成就 他想要用批评你的方式 证明自己很厉害 以死来获得满足感 也有人觉得 这些嘲讽让他难堪 丢面子 但事实往往是 当他还在耿耿于怀的时候 别人早就把你的事情抛住脑后了 心理学中也早有理论证明 人们对自己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他人 卡奈基调侃地说 比起你的死活 他们更关心自己晚饭吃什么 除了不要把无谓的嘲讽放在心上之外 卡奈基还给出了一个加分项的做法 那就是用恰到好处的幽默化解嘲讽 心理学研究表明 并非所有的嘲讽都满含恶意 有些人只是在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不满 或者引起别人的注意 达伦和乔治从前是评级的同事 不过乔治工作比较优秀 升迁了 某一天 乔治来到办公室 就看到从前评级的同事们围在一起 哈哈大笑 他走过去问 什么事儿这么好笑啊 结果所有人瞬间安静了下来 在尴尬的寂静中 达伦却说 哟 这是哪里来的大人物啊 面对这样一句不冷不热的嘲讽 乔治感到十分委屈 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却受到了这样的待遇 不过乔治知道 这时候如果发脾气 那和同事们的关系就会彻底恶化 所以他说道 我不是什么大人物 不过好像今天有了消音器的技能 让我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 卡奈基说 用积极的情绪应对糟心事儿的最佳方法 就像乔治 用幽默化解嘲讽和尴尬 不仅能够避免受到攻击和伤害 还能缓和紧张的人际关系 下面我们接着说第二个战胜焦虑的方法 用行动驱逐焦虑 拖延是行动的最大的障碍 当你想清楚前因后果 知道怎么做是对的 就要立即采取行动 不要拖延 有一个词叫做心理安全区 意思是说 你在心理上有一个圈子 凡是这个圈子里的行为和状态 都会让你感到最为适应和习惯 比方说 一项工作你拖了很久 然而你明明知道你必须行动起来 却也还是迟迟没有动作 这就是不愿意踏出心理安全区的表现 拖延还会导致过度思虑 在一件事上左思右想 上一刻刚刚做出决定 下一刻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 这种反复会让人停在原地 越来越焦虑 对此卡纳基认为 唯一的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一旦做出决定 立刻行动起来 不要患得患失 所谓实践出真知 只有行动起来 你才能逐步看清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 战胜焦虑的方法 试着从损失中获益 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曾经表示 每个人都能够具备一种非凡的能力 那就是把不利变为有利 进而从损失中获益 只不过过度焦虑的人 不断纵容自己的负面情绪 是自己失去了这种能力 卡奈基提到了 他在佛罗里达遇到过的一个农民 这个农民不幸买到了一块 非常贫瘠的农场 既种不成树木 也养不了家禽 只有到处乱窜的响尾蛇 农场是做不成了 但他并没有焦虑颓废 而是想办法用土地里 唯一能看到的响尾蛇发了假 他把蛇毒卖给制药厂 把蛇皮卖给时装公司 把蛇肉加工成罐头 生意越做越大 最终这个农民做成了 全镇最大的响尾蛇产业 小镇也因此命名为响尾蛇镇 你看 只要你不再放任焦虑 摆正心态 理性的思考 你就能拥有变废为宝 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就像卡奈基说的那样 如果生活只给了你一个难吃的酸柠檬 那么你不妨把它做成好喝的柠檬汁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部分 用三个方法来战胜焦虑 首先要学会控制情绪 调整看待问题的角度 试着用积极正面的心态来处理问题 其次 如果你有想法 有计划 那么就不要左顾右盼 行动起来 行动是驱逐焦虑的必经之路 最后把不利变为有利 试着从损失中获益 就是战胜焦虑最好的结果 说完了如何分析焦虑和战胜焦虑 下面我们讲最后一个部分 如何预防焦虑 可以说过度焦虑是降低生活质量的罪魁祸首 预防过度焦虑 把焦虑控制在健康有益的范围内 是每个成年人的必备技能 那么如何预防焦虑呢 卡奈基从身心不同的角度 给出了三个心法 一是预防疲劳 二是找到自我 并且活在当下 三是努力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 先来说第一个心法 预防疲劳 当你感到疲劳 困倦 饥饿的时候 焦虑的程度就会加倍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 早上没睡够 被叫醒时就会有起床气 越是临近下班 越觉得难以忍受 总之 精力越是不足 你就越容易焦虑和发飙 而科学研究表明 在脑力工作的过程中 最为消耗精力的 一个是工作本身的强度 另一个就是主观疲劳 主观疲劳这个词很有意思 与工作本身真正带来的疲劳相比 这里更强调你所感受到的疲劳 也就是说 你越是觉得累 精力消耗的越快 由此可见 你必须学会在工作的同时 学会放松和休息 关于如何让自己放松 卡奈基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那就是冥想 你可以设想自己是一只慵懒的猫 或是一只松松垮垮的旧袜子 你也可以从头到脚 从眼睛到脚趾 依次告诉身体的每个部位 放松再放松 你还可以幻想自己身体里有一只扫把 依次打扫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扫掉身体里所有的垃圾 总之 你可以用你喜欢的方式进行冥想放松 除了冥想之外 合理的运动也能助你恢复元气 扫除疲惫 你可以在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之间 插入一个十分钟的有氧运动 就能有效的缓解疲劳和压力 下面再来说第二个心法 找到自我 活在当下 在卡奈基看来 很多时候 人们的焦虑都是因为 总把自己和他人做比较 你看到别人有的你没有 别人认可的你并不认可 可但是你却在乎别人的看法 总是想办法迎合他人 你的时间都浪费在模仿他人的事情里了 这些事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焦虑 在此 卡奈基讲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他曾经想要写一本关于如何演讲的书 为此 他大量学习其他演讲家的思想 这本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 然而 他却试图让自己的书 融合所有演讲家的思想 成为一本大成之作 结果 由于卡奈基 没能吃透所有派别的思想 导致他把这本书 写成了一个毫无深度的大杂烩 结果就是没人买账 在那之后 卡奈基吸取了教训 用他所熟悉的经验 观察和技能 终于写成了一部 广受好评的演讲教材 每个人都有自己自身的局限 你要想办法挖掘自己的潜能和兴趣 有人热爱写作 就去当小说家 有人喜欢股票 就去全身心做一个操盘手 有人喜欢艺术和工艺品 就开一个商店或者一家工厂 当然 无论树立什么样的目标 要做到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对此 卡奈基说 不要去考虑事情有多困难 只需要永远把今天当成最努力的一天去度过 当你在潜意识里认为困难无休无止的时候 你就会感到焦虑和沮丧 失去生活的信心和兴趣 但如果只考虑今天可以做什么 当下要解决哪些问题 你就会发现 事情都可以一一做出安排 你就可以摆脱焦虑的困扰 下面我们再来讲第三个 预防焦虑的心法 努力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心理塑造过程 这一过程中 家庭生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童年时期的原生家庭 还是成年后有你建造的次生家庭 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你的生活 在这本书中 卡奈基多次提到了家庭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家庭生活会对你产生 越来越大的影响 而良好的家庭氛围 能够帮助你认识自我 进而抵抗和治愈你的焦虑 经营好幸福家庭的第一步 是拥有健康的亲密关系 多数人仅仅使用潜意识 来处理家庭关系 而很少有人在这件事情上 深入探索和学习 你会发现 有的人在工作中总是温和谦让 面对亲密的另一半 却能够大动肝火 你会用心经营各种人际关系 唯独没有用心经营你的亲密关系 实际上亲密关系带给你的影响和价值 是远远超过其他关系的 努力经营亲密关系 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事情 亲密关系的价值就像是空气 而糟糕的亲密关系 就好比空气中有了雾霾 短时间内你不会感到很大压力 但时间一长 代价就会非常大 想要恢复健康关系 也需要下很大功夫 书中卡奈基讲了一个例子 在她的成人教育课程中 有一个女学员认为 自己对丈夫越来越苛刻 每次发翻脾气 自己并没有变舒服 反而越来越焦虑 于是卡奈基问这个女学员 如果你的丈夫去世了 你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立刻让她幡然醒悟了 在卡奈基看来 人当然会犯错 如果你不是完美无缺 就不要这样要求你的另一半 除了拥有健康的亲密关系 财务问题也是经营好 幸福家庭的一大阻碍 在卡奈基看来 学会理财是成年人的必修课 一项调查显示 成年人70%的焦虑和钱有关 解决好经济问题 许多家庭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 当然这不是一本理财书 所以卡奈基只提出了两个基本的理财原则 一个是记账 另一个就是量入为初做好预算 要想知道怎么理财 首先就要明白 你的钱都是怎么花出去的 连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都会把每一笔小钱记在账上 你的支出明细肯定不会比它更复杂了 现在有很多记账软件 都能够帮助你随时随地记好每一笔支出 记账的意义就在于 它会使你一清二楚地看到自己的消费习惯 在此基础上 你才能仔细衡量自己的需求 制定更加合理的预算 处理好家庭的财政状况 经营好一个幸福的家庭 生活就有了后盾和保障 人的焦虑自然就会少很多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三个部分 用三个新法预防焦虑 首先就是防止疲劳 学会在工作的同时放松 在感到疲劳之前就要休息 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其次 你不需要模仿任何人 因为无论是你的长处 还是你的短板 都是独一无二的 你只需要找到自己擅长做的事 然后努力去做 努力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最后 经营好一个幸福的家庭 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事 一方面 你需要用心对待亲密关系 另一方面 你要试着让家庭的财务状况 越来越好 如此一来 这个幸福的家庭 就会滋养你的身心 好了 人性的优点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